每天一个精彩视频带你回忆美好童年 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华山的比赛 观战方这个团队也是华山积分排名第一的 现在华山历史积分排名第一的团队 应该是都是复战的号 不管是回谋三生元 还是血液跟三一城 还是华山秋风 这都是复战级别的队员 观战方上的是一个摩天宫 加一个龙宫的双法系阵容 辅助上的是一个普多山加华山四 封印是一个女儿村开了一把龙阵 对战方同样开了一把龙阵 上的是一个无底洞和女儿村的双锋 比较传统的阵容 而且是现在比较强力的阵容双锋 大唐女拔木再加一个华山四 双方没有正法克制 但是观战方的硬件肯定是要比对战方强很多的 毕竟都是复战队员 观战方女儿村有医塑 效力对战方移塑女儿村 女儿村选择了奇塔 看看观战方这边的龙宫 有了一把星圆 看看这把输出如何 应该是非常爆炸的 但是毕竟对战方是一把双锋 还是比较克制观战方这两个龙宫的 虽然没有移塑 但是无底洞的这个金蝉 是可以有效的克制观战方这边一把输出 而且无底洞如果起罗汉的时候 那是整整的四回合 整整的四回合 龙剑雨季有星圆 秒过去 三千三千三四千五啊 对战方的女拔木也是被秒出了一个四千五的血量 壁雷拍过来 清掉观战方一只宝宝 传统法系的PK 现在除了在华山建会以外 在任何的服战团队里边 基本上是见不到 有可能会见到几个神木林啊 但神木林跟摩天公 还有龙宫给人的震撼力还是多少 差那么一点点啊 差那么一点点 幻生寺奇塔 看看对战方啊 怎么能接触这把罗汉 如果接触这把罗汉的话 对战方其实还是钢得住的啊 不然让这两个法系这么一直秒下去 有点难有点难 对战方现在双幻魔成型 但是人物血量不是很健康 龙宫继续秒过去 对战方四个人物单位 基本都是半血以下 只有一个化身寺的血量 还是比较高的 观战方有力P 直接P掉对战方的幻魔牛 必须接触这把罗汉了 最好是用无底洞来接 观战方这边一速女儿 不一定有愤怒啊 继续效力 直接选择了奇塔 应该是没有愤怒啊 对战方来一把妖风啊 风中了对战方的摩天 观战方那边摩天弓 这个摩天弓对于高速单位的伤害力 是真的强 而且这两个法系清宝宝也是非常的快 大唐官府扫过来 先要清宝宝 这个大唐官府很直接啊 而且还是个三扫大唐 是要打后期 不知道对战方有没有机会打到后期 李皮啊 想清掉对战方的蛇 2900出了一把护盾啊 这三个宝宝应该是清不掉的啊 有护盾情况下 三个宝宝应该是清不掉 再来一只啊 必须得报个六七千 四千啊 直接清掉对战方的蛇 我也是啪啪打脸啊 低估了观战方这边的宝宝的伤害 一把封印啊 又封住了观战方的龙宫 起了一把护盾啊 这两个法系就不太好秒进去啊 这个护盾能扛不少伤害啊 几乎能抵掉一个龙宫的所有输出 招出小怨铃 对战方现在没有换魔 女拔木需要再继续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一万直接批飞对战方这个龙龟 也不知道对战方是自己的宝宝不行 还是观战方这边宝宝伤害太高啊 直接一万啊 批死了龙龟 对战方也是直接再出一个宝宝 古多山解开自己的龙龟 化身寺解开自己的魔 天宫 对战方依然是没有机会起来罗汉啊 双方打入第六回合 对战方一把罗汉都没起来 自己也是招出一条鸟 虽然没什么用啊 但是扛一扛观战方这边宝宝的伤害 起龙战 没有选择取秒 再立批啊 清掉小怨铃 避雷再拍看看这个宝宝啊 别又被一刀劈死啊 那就尴尬 打到孩子身上是真的不痛啊 现在孩子的抗性是真的高 无底盾啊 无底洞又来一把妖风啊 扣了自己五千多血啊 无底洞真是 啊 愤怒是一点都不缺 先例激发 再加上双输出可以同时出手 看看这个双发戏 雷霆万军啊 先破一下盾 宝宝神佑 一把罗汉接起啊 女拔木啊 身上带了一把罗汉 那这对战方的愤怒就不太好控啊 如果女拔木有罗汉的情况下 观战方真的不太好控 毕竟对战方 有四个罗汉点啊 可能大陶没有带罗汉 但是对战方如果有四个罗汉点的情况下 观战方 几乎是控不住啊 毕竟观战方这边只有三个效力点 再控制对战方的一速女儿村 女儿村直接起了一个混元伞 罗破令 在沟龙沟没有中 鬼气啊 想摇走对战方的蛇卵 看看蛇卵 逃不逃八回合 对战方应该是CD到没到 魔镜激发 加起 对战方 这个三扫大刀没有狠扫啊 选择了一把破血 按理说三扫大刀能出手的时候 最好还是应该狠扫比较好啊 毕竟十一城建议积累起来不太容易啊 你这 有机会还不狠扫啊 观战方对战方的这个宝宝又省又了一次啊 已经连省两次 有机会不狠扫 很难受的呀 你后期积累不起建议还怎么打 一笑清晨三扫 又扫中了两个人物单位 金刚护体加起 观战方这边血量一直都是非常健康 对战方并没有给观战方造成任何的伤害 而且女拔木的幻魔也是迟迟不能成形 双方进入第九回合 很扫出来把孩子扫神 直接出了一把连破不亏 这是可以刷一次两回合刷两层的建议 还是比较赚的 招出自己的第二条蛇 龙弓有龙战 顶着罗汉能秒多少 1400啊 这个血量打的还是比较多的啊 毕竟对战方有罗汉 宝宝没有神药啊 壁磊再拍拍到孩子身上啊 还是不要轻了啊 感觉拍拍观战方这边的 这些童子吧 真的打孩子 这几滴血 确实 没有任何意义啊 没有任何意义 继续把笑脸控制对战方的愤怒啊 不能让对战方接触下一把罗汉 进行缠桌 给自己把血量回一回 2500血 血量回到一个健康状态 憋出一把金钦 大唐身上带的是一把金钦 对战方现在状态也不错啊 有一条幻魔蛇 而且宝宝齐全 人物血量还比较健康 双幻魔成型 龙卷雨季再秒过去 地质罗汉秒3000多啊 对战方大唐是有点糟不住的 这完全不给对战方机会啊 这不愧是观战方这边是华山的排名第一的啊 历史几分排名第一的团队 确实这个输出 一般服务器根本扛不住啊 必须得来那种复战团队啊 才能跟观战方这边打一打 没有复战团队 大不过大不过 一把金钦宝出手 对战方啊 运气比较好 这几回合这罗汉一直没有断过 双方打到第11回合 现在如果对战方 断上两回合的罗汉 我估计观战方直接就能把对战方打崩了 到处小怨铃啊 对战方也是蛇刚出来就已经被清掉 很难受 龙公在群卷 宝宝在飞 里皮划山请对方的幻魔牛 劈过去 4100啊 这个幻魔牛应该是扛不住了啊 这些里皮青牛还是比较快的 2900啊 牛直接飞掉 对战方双幻魔又没有了 啊 仅仅维持了两回合的双幻魔 一笑清晨在封啊 对战方四个单位被封印进去啊 是不是有机会拉出一把逆进来 打上五星还是防止对战方的封印 大唐在横扫 双方来到第12回合 大唐有四层建议啊 四层建议 龙卷顶着龙汉继续秒 没有出法爆 无底洞也该玩玩自己的护盾了啊 护盾出一戳啊 保证一下自己人物的血量 双方继续 也是算错了血量 选择了砸观战方的一只宝宝 但是没有砸死啊 很尴尬 化身似一口堆血 五千直接又堆满了 浪费了自己女儿村的一回合出手 无底洞的孩子也是给自己大唐补的口血 雷提万军 又秒 再来龙公 合出一只小鸟 龙公再群卷 宝宝再飞啊 顶着罗汉又秒了 大唐三千多 下回合对战方应该是没有罗汉了 这没有罗汉的观战方 基本上以对战方这个血量 一回合就能把对战方直接打崩盘 一回合 只需要一回合 观战方现在不能让对战方捡起这把罗汉 笑离啊 还是笑 看看对战方无地洞有没有洞 直接起了指 也是没有选择罗汉 那这一回合对战方直接崩盘 就一回合 不需要太多 化身是一口堆血啊 八千四 充满自己大唐官府 大唐官府也是直接起了一个盾 闲力激发加起啊 输出最大化 但是龙公头上已经没有球了 四千多 秒到了 女儿村要倒地 女儿村啊 和孩子啊 直接都倒地 下回合关战方啊 更好控制对战方的愤怒啊 毕竟清掉了对战方女儿村一管子愤怒 而且对战方的无底洞和化身四血量都不是很多 给化身卡了一个血啊 而且对战方现在仅有两个宝宝啊 卡血的宝宝都没有了 那下回合要结束比赛了 一小清晨反控 他看女拔木能不能拖出一把罗汉了 要封四起 封印关战方的化身四 没有选择封印输出啊 关战方直接拉了地梯 人物疏仇已经这么强了啊 还要拉地梯 真是不拿对战方当人看 大唐官府再出连破 看这个时候好像真的没什么用 雷霆万局秒过去 哦 无底洞直接残血 还有一个龙宫 无底洞倒地 对战方并没有拉起自己女儿村 毕竟宝贝有限 再来一回合 给地厅加战敌 两把战敌加起 有没有第三把 第三把地厅三把战敌 看看能不能秒出去啊 很重要大唐官府能出手 看看对战方的大唐 有没有关战方地厅速度快啊 主要是看这把速度 四把战敌 一个血迹啊 没有打地厅啊 打了关战方一个龙宫 而且对战方大唐出了一个宝宝并没有 嗯 那这 一万一一万二 秒死了 对战方的化身四 一万七又秒死 一只宝宝 再来一个七千六 四千四啊 一万一再秒死 对战方大唐官府 再输第二只地厅 对战方直接宝宝点了逃跑 不给你玩了啊 你这复战队啊 过来打什么化身啊 完全不给对战方任何机会啊 一点点机会都不给 这地厅清场真的是太快了啊 怪不得自己的魔天宫都不选择出手 而是选择了出了一把战敌啊 也是加了战敌 一千二 狂龙龟海直接结束比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